他走不动了 我家怎么还设计楼梯呀 怎么想我 好了 到了 等我一下 低纸的 补充体力 去客厅看我电视 给你做饭 这是啥呀 梨麦 鸡胸肉 南瓜 暖沙拉 这么大一盘吗 我吃完不得泡十斤 我给你做了怎么会胖啊 我跟你说 这里面所有的梨麦 才一百七十二卡路里 鸡胸肉是一百三 就算把这一整盘全部吃完 大概也就 吃三分之一盘一面的热量了 好吃 好吃好吃 不过这么大一碗 真的不会发泡吗 不会啦 我跟你说你不能绝食减肥啊 这样对身体不好 这难怪好吃 你要减肥 你得合理地吃 再加上合理地运动才行 嗯 鸡胸肉 你姐最近怎么样啊 她在巴黎有没有胖 她胖呢 她这个人 工作下连饭都不吃 我是担心她也刚才过来被饿受了 那她有没有跟你说我表哥的事啊 她俩我见面吗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最近蛮忙的 也没怎么跟她打电话 怎么这样呢 她是你姐啊 你都不关心她吗 差别 喂 我忙的是因为谁啊 我又陪你训练啊 还给你做饭 那我帮你打一个吧 先打 嗯 嗯 这让你姐在干什么 突击一下 嗨 哈喽 莫菲姐 你在打工吗 对啊 我现在在上班呢 我说你们两个吃什么呢 今天莫凡给我做了 超级好吃的 黎麦 鸡肉 南瓜 暖沙拉 我说莫凡在什么时候 变这么暖了 我凭让他给我做做饭 又把刀夹在脖子上了 喂 你讲话要考虑功夫啊 你又不是不回来了 莫菲姐 你在那边打工 是不是经常能见到 特别帅的法国男人 我在这边忙得头晕眼花的 男生女生都分不清了 看什么帅哥呀 对了对了对了 我表哥他也去法国了 他有没有去找你啊 你这个表情好像是见到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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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说 信号好像很不好 刚刚你说什么完全 没有听到 莫菲姐 我说 莫菲姐 你少来 那信号好得很啊 你刚后面走过去 那个厨师我都看见了 莫菲 我跟你说 我还回去呢 你给我小心点 还要 我 我现在要忙了 我不跟你们说 你们两个照顾好自己啊 拜拜 拜拜 怎么就乖了 我还没问到呢 他俩到底见没见呀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拜拜 哎 莫小姐 是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本来我们是要去机场的 但是 轩哥说 他想见你一遍 轩哥呢 我先上车了 我想跟你聊两句啊 我马上要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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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心里边还有点不放心 你知道方笑语 搬到你隔壁做了 我知道 知道 怎么了吗 他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所以你转转跑过来 就是跟我说这个 对 谢谢你的关心 至于我和他 是什么关系 我自己心里 很清楚 不劳你费心了 那 该说的也说完了 路上注意安全 一路平安 等一下 你喜欢他吗 唐总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来问我呢 我以什么样的身份 是不是在你心里边 你觉得我喜欢雪莉儿 对吗 难道不是吗 这一直以来是你的一个心结 但是今天我给你解释清楚了 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 他 他是我的好朋友 在工作上 他是我的好的合作伙伴 仅此而已 如果你真心地相信我说的话的话 就不要听周围的任何人跟你说任何的事情 他们的想法代表不了我 懂了吗 我会想跟你说 我会想跟你说 我喜欢你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紧收紧你烦恼的面孔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容 许多人来了又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贵客 所以请你不要再好 等我忙忙了所有的工作了 我会回来看你 等我 轩哥 那我们走了 我愿意你世界上 最温柔的包容 当你感觉到泪 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我想要 他刚刚亲我了 你亲口上你也爱我 我是你在无尽的夜 不灭的烛火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紧收紧你烦恼的面孔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容 许多人来了又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贵客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跟着我 跟着我 大步 向前走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我最昂贵的奢求 不管地球怎么样穿透 你在我眼中 我每次都要遇到他的 你不会最艘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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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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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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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